為了打疫苗民眾火氣超大又超嗆 要副市長動點腦 現場因為動線太混亂 蔡炳坤成了民眾標罵對象 北市68歲以上開打 莫德納第二劑 13號這天預計要接種一萬兩千人 但動線亂糟糟 現場又下雨 明明來打疫苗的 卻像極了大型抗議現場 雖然現場有工作人員舉著牌子 要指引民眾要怎麼來排隊 不過現場看過去實在是非常多人 有些長者也拿著椅子 然後要怎麼排都不清楚 所以警察跟民眾也起了一些口角衝突 入口處幾成一團 排隊有排跟沒排一樣 警方緊急呼叫支援 雙手電話打不停 但人實在太多了 完全擋不住 大哥 大姐 先不要往前喔 也有人等太久情緒失控 怒嗆警方外還出腳踹椅子 市府解釋不少長者提早到才會等太久 但動線部分確實有待改善 接下來還有好幾天得繼續接種 但首日的壓力測試看來是 炸鍋了 TVBS新聞李國珍穿海域 台北參謀道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